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季中冠军赛 2018季中冠军赛是一场英雄联盟国际比赛 14个赛区均会派出他们最近一届的联赛冠军春季赛或SPLT1来参加比赛 和其他赛区的夺冠队伍争夺冀冠军赛冠军头衔 今年的冀中冠军赛将会在欧洲举行 具体成是维柏林和巴黎 历届冀中冠军赛曾经在中国 北美和巴西举办 在2018季中冠军赛上进行决筑的有哪些队伍 以下是即将在2018季中冠军赛上进行决筑的队伍 赛区及其所属联赛 BTS赛区 白富斯大洋洲赛区 达斯普尔麦斯土耳其赛区 FSSBOSS越南赛区比赛的奖励是什么 即中冠军赛冠军头衔 以及相应的奖杯 奖牌 奖金石 还有伴随着在全球舞台上获胜的荣誉 2018征服者皮肤销售总收入的25%将会进入2018季中冠军赛的奖金石 2018年4月26日到2018年5月20日期间 商店里将会推出征服者维鲁斯和2018征服者首位 季中冠军赛总奖金石有两部分组成 基础奖金为25万美元 以及至少不低于75万美元的征服者维鲁斯和首位皮肤销售总收入的25% 奖金石金额总计不少于100万美元 以下是2018季中冠军赛 不同队伍名次获得的奖金比例 冠军 38.5% 亚军 1 9.5% 第3名第4名 各9.75% 第5名第6名 各5% 第7名美第8名 各2 5% 第9名美第10名 各1.5% 第11名美第12名 各1.25% 第13名 第14名 各1% 除了奖金石以外 参赛队伍 还可以根据他们的游戏内 表情销售情况获得分成 在2018年5月1日到2018年5月20日期间 冀中冠军赛队伍表情销售收入的30% 将会直接由该队伍获得 和去年一样 冀中冠军赛的成绩 将会对2018全球总决赛赛区分组的位置产生影响 请查看我们的2018季中冠军赛赛事更新文章来 了解分组排名的更多内容 2018季中冠军赛的赛事是怎样的 比赛分为三个阶段 入围赛阶段 小组赛阶段 淘汰赛阶段 入围赛阶段 入围赛阶段 将于4月28日在百零的欧洲LCS演播式举行 届时将会有10支队伍参加入围赛阶段 8支队伍会从第一轮开始比赛 来自LMS的Glash Wolves和来自VCS的LSS Sports 这两支排名最高的队伍将自动进行第二轮 以下是参赛的队伍 KGOM E Sports巴西赛区 Cosleting Bami 拉丁美洲南部赛区 Acyon Gaming 东南亚 赛区 Dambit Sports 独连体赛区 PENTA DRAM 日本赛区 Rainbow 7 拉丁美洲北部赛区 Flash Wolves LMS赛区 第一轮轮空 从第二轮开始比赛 Zire Wolves 扛 扬州赛区 Boss Uppermesset 土耳其赛区 Aversus Sports 越南赛区 第一轮轮空 从第二轮开始比赛 小组赛阶段 小组赛阶段 同样将于5月11日 在柏林的欧洲LCS演播室举行 入围赛阶段的三支队伍将会获得晋级 并和最近一届的欧洲 中国 韩国和北美冠军进行角逐 比赛的赛制和去年相同 六支队伍会进行一次双循环赛制单场胜负赛 也就是说 每支队伍都会和其他队伍进行两次比赛 Smitic欧洲LCS赛区 Kindle Madrigan South CK赛区 和MD LPL赛区 4月28日举行的 LPL春季总决赛的胜者 Timly Code北美LCS赛区 入围赛阶段获胜队伍 分组A 入围赛阶段获胜队伍 分组B淘汰赛阶段 小组赛阶段将于5月18日 在法国巴黎的维莱特花园巴黎天鼎体育馆举行 和去年相同 小组赛阶段的前四名队伍 可以晋级5局3胜的淘汰赛比赛 季中冠军赛什么时候开始 我要如何进行收看 入围赛阶段第一轮比赛日期 5月3日到5月6日 第二轮比赛日期 5月8日到5月9日地点 柏林欧洲LCS演播室小组赛阶段日期 5月10日到5月15日地点 柏林欧洲LCS演播室淘汰赛阶段日期 5月18日到5月20日地点 巴黎天鼎体育馆 法国巴黎维莱特公园 2018季中冠军赛会 在以下时间段进行直播 你可以通过掌上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官方网站 LOL电视台三大官方渠道 以及斗鱼直播 虎牙直播 战企直播 熊猫直播 格勒比雷奇俄电竞 腾讯体育 ESBTV VSBN来观看本次季中冠军赛比赛 入围赛阶段第一天 北京时间5月3日下午7点 入围赛阶段第二天 北京时间5月4日下午7点 入围赛阶段第三天 北京时间5月5日下午5点 入围赛阶段第四天 北京时间5月6日下午5点 入围赛阶段第五天 北京时间5月8日下午7点 入围赛阶段第六天 北京时间5月9日下午7点 小祖赛阶段第一天 北京时间5月11日下午5点 小祖赛阶段第两天 北京时间5月12日下午5点 小祖赛阶段第三天 北京时间5月13日下午5点 小组赛阶段第四天,北京时间5月14日下午5点,小组赛阶段第五天,北京时间5月15日下午5点,淘派赛阶段第一天,北京时间5月18日下午6点,淘派赛阶段第二天,北京时间5月19日下午6点,淘派赛阶段第三天,北京时间5月20日下午6点。 2018季中冠军赛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在2018季中冠军赛还没有举办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和所有赛区的联赛密切合作,让他们能有时间来了解和遵守比赛规则。 如果您想查看官方语言的比赛规则,请点击这里来阅读《2018季中冠军赛规则》,我们也会在比赛开始前在英雄联盟赛事官网,更新本四季中冠军赛的具体规则。 2018季中冠军赛期间游戏将会推出什么内容?您可以在这里了解如何在召唤师峡谷,为自己的赛区加油,以及游戏内的特惠内容,请密切关注lpl.qq.com,看看是谁会在2018季中冠军赛上成就历史。 大赛将会从北京时间5月3日下午6点入围赛阶段的开幕战开始。